中国在本届足球盛宴上的初次亮相也进入了倒计时 他们毫无疑问想为本次征程打出一个完美的开局 有一大波球迷涌入现场声援球队 他们每个人都会全情投入 打算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主队 真是万般皆下品唯有看球高 在他们的心里自己的主队就是世界冠军 就是最好的球队 好的 现在比赛开始了 中国对阵乌拉圭 直接长传 门将的球 一记长传 调过头顶 裁判的哨哨哨了 估计吹的是越位 因为上台队 成中央班 这就多这样ön孤 一记长估计 吧 我费的 一记长估计 来 看他 有人吧 来 乨 来 漂亮的值得一球 好机会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不进啊 就必须得回去写检讨了 他的跑位很不错 有效地利用了空间 使得传球找到他更加容易 这样的射门也更简单了 转向后传球 直接长传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好身体把球抢了回来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 在上半场虽然打破了僵局 但是除此之外双方再无建设 接下来的比赛仍然撤满全面 你如何看待上半场呢 目前来说表现非常吸引人 每个部分都表现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现在考虑的就是 下半场比赛如何拿出相同的效率和能量 来保持上半场比赛的势头 传球 封堵得不错 不过也送了个脚球给对方 乌拉圭再一次换人 虽然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 不过斗志还是相当旺盛 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球被破坏出了危险区 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 得赶紧啊 时间不多了 要到前场 挑转渗透 张宁这些时间已到 裁判的哨声响起 开局就该这样踢啊 现在他们可以满怀自信地应付后面的比赛 苗坤 你来总结一下今天双方的表现 任何赛事开局拿下三分是最好不过的结果 他们没有华力的表演 但是非常的稳健 拿下比赛最重要 本集中 雷 雷